两位好,想问一下妮威亚在两位心目中是怎样的品牌 觉得妮威亚的哪些方面和你们很契合又很吸引你们的 首先呢,妮威亚她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百年品牌 质量我觉得就已经不用说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然后呢,她们除了关注就是产品的本身以外呢 她们其实也非常的关注一些社会人文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其实很想达到了一种状态 就是内外兼修,患然一新 想问一下二位就是作为妮威亚的幻星发言人 两位是怎么理解妮威亚一加一幻星计划中所表达的陪伴和幻星的这样的关系呢 其实陪伴就是在生活里面就是一直存在的一个东西吧 不管是家人的朋友的粉丝的就是包括工作人员的 就是这些陪伴才会就是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 然后正是因为变得越来越强大才能够去幻星 就是能够去挑战更多不一样的事物啊角色啊 对 上周我们看到了两位的新年同行照 上了热搜也是照片美般了 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一些独家私藏的一些周日的互服心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真的会在就是脸上更下功夫 就是会更加注重就是面部的一些保湿啊保养这样子 好看这里 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护理 反正特别是冬天吧 就是藏在厚厚衣服下的其实身体它其实更需要就是呵护 所以通过运动然后加速自己的身体代谢 然后再用上我们妮威亚的身体乳 这不就一家一大圆了吗 大家都知道艺人的工作的行程都非常的繁忙也很紧张 然后两个日常都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去解压 以及保持自己的高光状态像今天一样 我们可不只是今天才高光啊 因为我其实大家应该有关注到就是 我有在社交平台上有分享过 我最近一直在练拳击 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高频的 让你全身能够就是有一个 就是很很很很兴奋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运动 对然后私下呢就是我在休息的时候 最近就是还蛮爱看动漫的 就是看国王排名NANA呀这样子的动漫 对吧是吧很好看 然后就是会就是感觉就有的时候 其实沉浸一下二次元的世界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2022年呢 二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新年经验 或者是有一些换新的合作 或者是一些新的领域想要尝试的 那2022年肯定希望自己 说点实际的就是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然后也希望我们两个人的事业 能够就是跟上一层楼 能够接到自己就是很想去挑战的角色 然后这次我们尤雷亚的一家一换新计划呢 还梦幻联动的天真兰 然后也是为二位拍摄了新年照 然后想问一下除了彼此 还有谁是一小的一起想拍摄这个新年照呢 我觉得在新年这种词眼下 当然是要跟家人了 因为新年它其实象征的就是热闹团圆 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在一年内 我其实见的最少的人就是我的家人 一年可能只能见他们一两次这种 所以在新年除掉朋友 就是跟身边的人拍照的话 那当然最想的是跟家人 就是拍一张漂亮的全家福 然后作为美好的纪念 然后两位感受最深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刻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觉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使用尼雷亚这款身体乳的时候 因为它真的就是一款产品 但是却能够给我就是很多层的滋养 对我就觉得好神奇 就是一款产品 但是却就是反正就是挺推荐大家使用的 真的很好用 就用了这就知道了 一切尽在不严重 对 2002年的新年意识 有什么话是想两位对彼此说的吗 这个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希望 我觉得最大的希望就是一定要健健康康 然后平平安安的 然后希望我们两个人新年多赚大钱 然后开开心心 最后就是春节也将来到了 然后是有什么祝福是想对粉丝说的 不敢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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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实想说的话 可能就是有一些太多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希望你们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 百年好合 在爱我们之前也多 就是更加爱自己 爱自己的世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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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